被打断了话语 谷也眉头微微一蹴 不过 在看到开口之人 是那来自德瑞王国的炼丹师后 他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快 冷声道 你 很有何事 我不信他真能炼制出二级四品丹药 我要亲自检查 德瑞王国的那个炼丹师 指着秦义辰 大声喝道 满眼的血丝 如果他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回去 在王国内 还不知道要遭受多少白眼 哼 炼丹师大会的规矩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并没有权利检查 谷也淡默地拒绝了他 还真当天灵王国是你家后花园啊 哼 万一他是炼制出一枚色泽同类的废丹来冲述呢 你们天灵王国炼丹师公会 也要让他成为这一届大会的冠军不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想在明日 你们天灵王国炼丹师公会 凭借主办方的权利 禁止检查丹药一事 令我会传遍整个中州 德瑞王国的青年炼丹师冷笑着 语气之中竟然还带有一些威胁之意 对 必须要检查 王沐宇也加入其中 唯恐天下不乱 周天卫还好 他们两人之间的差距还可以衡量 但是 若真出了这么一尊妖孽 那他就连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观众席中也想起了一些窃窃私语之声 按常理来说 这个要求也并不算太过分 而且经过他们这么一闹 这么看来 一个看上去才十几岁的少年 他真的能够炼制出二级四品丹药吗 不少人都是抱有疑惑与怀疑 听到观众席中传来的那些窃窃私语之声 古野大师的面色阴沉了下来 他没有想到 王沐宇在这种时候竟然胳膊肘往外拐 他大有深意地瞥了不远处王家家主王成一眼 王沐宇这种行为 就算是说他叛国也不足为过 所以此时 王成的面色也是不好看 若真如此 让德瑞王国拿去了冠军 那王室只怕会因此疏远王家 甚至 他冷汗淋漓 不敢想下去了 因为这个时候 秦义辰代表的不仅仅只是他个人 而是整个天临王国 古野会长 先他要检查 那便由他检查吧 不过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秦义辰倒是面不改色 在古野左右为难的时候 他却朗声说道 你说 德瑞王国的炼丹师眼睛一亮 听到他如此爽快地回答 秦义辰嘴角勾起了一抹善意的笑容 只不过 若是叶良辰或者舒欣等人看到这笑容 定然会知道又有人要被算计了 若是这丹药真有问题 我秦义辰当场自问 秦义辰的目光扫过全场 他那坚定的声音也是响彻在每个人的耳中 听到这话 无数人都是动容了起来 那样最好 德瑞王国炼丹师和王沐宇都是冷笑一声 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秦义辰淡淡地撇了他 接下来一句话 确实让德对德瑞王国的炼丹师 面色变得无比阴沉了下来 若是这丹药没问题 你就跪地给我磕头 大喊三声 德瑞王国的炼丹师都是废物 你看如何 秦义辰带着一抹浅浅的笑意 看着这个青年 他这番话语 不仅仅是让这个青年炼丹师色变 还有几个同样来自德瑞王国的参赛者 面色也同样不好看 阁下似乎太过分了一些吧 德瑞王国的这个青年炼丹师 双眸死死地盯着秦义辰 声音之中带着一丝愤怒地说道 过分 秦义辰都乐了 他直视着那青年 既不如人还血口喷人的人 才叫过分吧 两人的目光相处 仿若是碰撞出火花一般 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也是席卷开来 半晌 秦义辰才是轻笑一声 怎么 你不是要检查我的丹药吗 怎么这点自信都没有呢 你刚才的信誓旦旦去哪了 敢不敢啊 这么磨叽 就是啊 不敢就滚回去啊 少在这丢人现眼 此时 观众席上又是热闹了起来 秦义辰一番话语 让得无数的天灵王国观众 都是一阵热血澎湃 是啊 你不是要质疑天灵炼丹师公会吗 那当然你也要付出代价才行 若不然 天灵炼丹师大会 任由你一个外人闹腾 那天灵 还有脸面可言吗 有趣的小子 在高台之上 吕和泽的嘴角 也是勾起了一抹笑意 他看向秦义辰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欣赏之色 秦义辰此举 可是在为天灵扬眉吐气啊 满场的喧哗之中 有着不少不加掩饰的嘲讽 讥笑 让得德瑞王国的那个青年炼丹师 面色清白变化不定 故意来唬我吗 看着那带着笑意的秦义辰 他眸光闪烁不定 二级四品丹药 就算是老师要炼制也很吃力 天灵这种垃圾之地 怎么可能会出现如此人物 这作家也做得太夸张了 想来是故意想让我直接放弃比赛 从而抢夺冠军 秦义辰的表现 的确太不真实了 三分钟内 就炼制出二级四品丹药 就算是他老师 或者古野大师这种人物 也做不到 他心绪飞转着 但一想到自己的身份 他朝着某个方向看了一眼后 便是放下心来 下一刻 他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见他答应下来后 众人才是缓缓地安静了下来 旋即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德瑞王国的这个年轻炼丹师 走向秦义辰 随后 他从检测人员手中 将蓄积丹 接了过来之后 便是利用精神力的感知 探测着这丹药的品阶 以及是否有缺陷 在稍稍探测了一番之后 他的面色便是陡然一变 眼眸内闪过一抹 不可思议的身色 旋即 他的精神力倾泻而出 将这枚丹药 仔仔细细地再次查探了一遍 就差一点没有将其掰开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他 他才这么大一点年纪 就算打娘胎里开始炼药 也不可能炼制出如此完美的丹药啊 看着手中这颗圆润 药香肆意的丹药 经过不知道多少次探测后 德瑞王国的这个青年炼丹师 面如死灰 他口中喃喃说着 双眸之内一片震撼 喂 看得怎么样了 就在这时 秦逸臣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让得他身躯一颤 回过神来 在回过神来后 他有些茫然 不是说 天灵王国炼丹师都是废物吗 怎么完全不是这回事啊 由此 他几乎已经可以推断得出 眼前这个少年 精神力造诣 绝对已经超过了入门境界 入戏 那是他老师都要仰望的境界 他极度不愿意相信 但是 眼前这丹药 却绝对做不了假 就算这来自 德瑞王国的年轻炼丹师 不说话 但是 他脸上的神色却在说明 这丹药没有问题 若这丹药真有 哪怕一丝一毫的问题 他就闹腾起来了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这怎么可能会没问题呢 在旁边 青石平台上的王牧宇 一时没有忍住 脱口喝道 在他声音刚发出的一瞬间 便是被高台上的 几道视线给盯着 其中一道 甚至是来自他父亲王成的 他咬着牙 很不甘心 但是他却也知道 现在再闹的话 那他恐怕 会被无数人的口水给淹死 我们天理王国的炼丹师 怎么可能会舞弊 就是 我记得在第一轮 那几个想作弊 谋魂过关的 就他们得瑞王国的吧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还以为我们天理的炼丹师 都不像他们 德瑞王国那般不堪吗 难怪 他竟然能够站在 属于周天威的石台上 果然是有真本事 顿时 整个广场上 喧哗四起 一个个都觉扬眉吐气 也不想像他们的石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